今天我们就拿三个白萝卜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小菜 鲜脆爽口,营养解馋 做出来呢,好看又好吃啊 首先,把这个白萝卜呢,清洗一下,切掉头尾 想要口感一致又特别好吃呢 我们这个白萝卜也是需要消去外皮的 好,将萝卜呢,全部去皮 再给它切片 萝卜片呢,可以切得稍微厚一点,大概一个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条 再切成丁 切成这种小方丁,吃起来呢,一口一个会特别过瘾 将萝卜呢,全部切成这种一厘米见方的小丁,就可以 准备上一个大点的盆 将切好的萝卜丁就放进来 萝卜,一次,我们一定要多准备上几个 多切上一点 然后,往里边撒上一小把的食盐 充分拌匀 放到一旁呢,腌制上20分钟左右 让萝卜丁出水 好嘞,时间到 这个时候呢,腌制出了不少的水分 直接呢,倒掉 然后呢,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简单的抓一抓,把表面多余的盐分啊,给它抓洗掉 一定要多淘气两遍 控干水分 然后,倒在另外一个大盆里 接下来,在萝卜丁中,我们加入适量的泡椒 加上一点小米椒 蒜片 提前再切上一点姜片 往里再倒上300克的红醋 不喜欢太酸的口味,可以再倒上一点凉白开 适量的白糖 将所有食材呢,我们给它充分拌匀 最后,我们再倒在这么一个玻璃器柄中 盖上盖子 泡上一个晚上 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用萝卜这样做的小泡菜啊 酸甜适口 爽脆入味 非常的香哦 没胃口的时候呢,懒上一点 而且吃饭的时候,懒上一点也非常的解腻 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不能错过 保证大家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 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